我先在这拜托各位了 那个叫什么音的平台 我们播中一的时候 被直播间永久封禁了 各位要是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 哪怕试一试也好 路还要走下去 大家一起好不好 之前的很多作品呢 我们都是用心做了的 所以说这两天有意外呢 就想有时间大家可以看看之前的 之前有一个网友 每天就有一点时间去看一个 因为他点在评论我能看到了 这个今天谷雨再怎么样也播一下 实际上已经晚了 这个北半球十点二十四分的时候 这个节点 太阳照射地球 就到了谷雨解气 一定是北半球 南半球相反的 春下 球洞是相反 谷雨顾名思义呢 这个雨下到谷子上 然后谷子就长起来 俗话说春雨归入油 春天又凉场雨 雨水跟孤雨 所以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大家早睡早起 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春天的晨月 再过了这十五天 就到了下一个挂 到夏天了 大家还来得及 春天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博下希望的种子呀 放回自己的梦想啊 我们要有年轻 有朝气啊 古语的这个一些习俗呢 简单说 就比如说叫吃春了 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寓意 春香春长出来 然后少牡丹花啦 国花嘛 我们提一下 还有很多很多 大家自己去查 我这个记性 那这个很多习俗啊 我们春节期间 讲了一些 很多玄乎其玄呢 这个都有其重要的原因 能够流传至今 都有它的深意 所以我们要记下来 很多都已经失传了 要传下去 还有一些这个 各地方的不一样 根据当地的 不同的地形 风土民情 气候环境都不一样 定理位置 定理位置 然后 古语的15天呢 三个误后现象 第一是平使生 就这个扶贫啊 就开始多了 然后 第二是 明旧 福奇雨 那个旧 应该不是突旧 据说可能是一种 不股鸟吧 然后就拍打 杀羽毛 这个解释也都不一样了 有人说是 提醒这个 大家赶快 种田更地 实际上 这种说法非常好 是一种结合自然与人 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个 一幅画面 就是像是神话 很有实意 大家这样理解去不妨 然后后面 就是 带圣降于桑 就是一种鸟 降到桑树上 大家也说是 让赶紧种树更甜 实际上 这个时候 这个桑树 差不多果子也长成了 它可能是来偷果子吃的 这个不叫偷了 那动物更没有偷 但是自然 假如来就是给 动物给人吃的 我们只要好好珍惜 自然的这个解释就好了 不要浪费 也不要错过 吃不着的 这个柳牙 过了已经吃不到了 最后啊 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还记得这个视频刚开始吗 都请各位帮帮忙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两天很头疼 我看到很多 由我们同道之前 他们都解了 有些办法 我们还没找到暂时